所以宇安 你在世界上有遇到 不順遂跟運氣差的情況 對 因為其實我之前的工作 都是在我的舒適圈 都在購物台 就這一家跟這一家什麼 就大概是這樣的工作時間 所以我之前的工作 我都覺得 對我來講都是很簡單的事情 然後後來在去年的 去年中左右 就幾個朋友 就是購物台的幾個主持人朋友 就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現在做直播很流行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直播 我心想說 好 這好像也是一個趨勢 因為看購物台的人感覺 年紀都慢慢慢慢的成熟了 就是只會慢慢慢慢的凋零 年輕人好像都喜歡看直播 我說好 那我們來做直播 我心想說 以我們在購物台 好歹夯不浪當做了二十年 那種感覺 咔啦啦的對不對 感覺是個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我後來發覺 人家講隔行如隔山 沒有 隔平台就如隔山 就是跟我原本預計做直播的 譬如說我覺得 我可能做一個月 就可以有幾萬個粉絲 我可能做一個月 我就可以有多少營業額 結果發覺好累喔 我可能做個一個月 才多個幾千人 而且你是要砸很多的 那個優惠給他們 他們來看 然後人才這樣慢慢來 慢慢來 雖然很多人都安慰我說 你這樣已經比很多的直播平台 你起來得快了 可是我說跟我的預計落差很大 而且也因為整個下半年 因為做直播平台的關係 因為還在炒創期嘛 我們也都沒有拿錢 大家都是拿時間去跟他賭嘛 對不對 所以後來就變成說 我很多零碎的時間 全部都被直播的這件事情 給占滿了 所以就開始有一些狀況發生 譬如說身體就會太累 開始有一些 就是什麼免疫力不好的狀況 還有呢 最直接的影響到就是 小孩來不及送去學校 所以他們都很 就 我都覺得奇怪 我明明有訂鬧鐘啊 怎麼早上起來鬧鐘沒有響 一看就像今天早上發生的 我訂的是晚上六點 我明明早上六點要起床 我鬧鐘 AMPM沒有看到 也揪揪揪揪 沒有啦 而且我的女兒是在林口念書 送去也就算 你知道從在早上的那個 上班的尖峰時間 我從林口開回台北要開 一個半小時 開到外把酒都已經 整個人已經沒有睡醒了 然後發直 那個很辛苦耶 對 我就心裡想說 這樣好像也不是辦法 對 開車開到眼神石 就是那種感覺 一直塞 然後你的腳也不能放鬆 因為你一路要油門 煞車 油門煞車 因為塞車就是這樣 所以你就突然發覺 這件事我竟然還在想說 這樣是對還是不對 沒有 離開舒適圈 做這樣的規劃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所以就要看2023年的結果 是是是 希望能夠轉一下對不對 對 宇安說你去年跟小孩的相處 就出了問題了 對 小孩到了年紀了 多少會有一點吧 對啊 因為剛好我女兒去年 就是滿18歲 你也知道滿18歲 女生就開始要一些 她的主控權 因為我是很標準的摩羯座 我就是那種就是 掌控型 對 很多規則的 我都覺得說 我其實沒有什麼太限制她 但是我的規則就立在那邊 你就是要照著規則走 你只要在規則裡面 你想怎麼樣都可以 所以後來她到18歲 你只要在規則裡面 怎麼樣都可以 可是規則只有這樣 也沒有 是不是 也沒有那麼小 對 這位母親 並沒有這麼小 沒有那麼小 不過說真的 像以前我都規定 他們就晚上10點要睡覺 但是我 到18歲以前 晚上10點睡覺 對啊 她18歲以前 睡覺時間是10點 晚上10點 後來我女兒呢 她就滿18歲之後 第一個跟我提出的要求是 我已經18了 我可以不要10點就睡嗎 我的同學都半夜一兩點 還在傳訊息給我 我說那表示你該關機睡覺 沒有 後來呢 我說好 我也尊重她 我說對 好 你18歲 那我們就延到11點睡覺 延到 往後延到11點 可是譬如說 跟朋友吃飯什麼 我就說小姐 家裡有門禁 你最起碼還有媽媽 你不是孤兒 幾點該回家 你就是要幾點回家 像以前我都會覺得 你10點睡覺嘛 然後我就說 那你10點就要到家 我沒有規定 你10點一定要躺在床上 可是最起碼 你跟朋友吃飯 你10點一定要進家門 我覺得那是基本的 所以譬如說9點 他跟朋友去吃飯 9點我就開始傳訊息了 剩一個小時差不多囉 9點半我訊息就來了 我說差不多該結帳囉 你給他這樣超過 你腰力好大 這樣很多嗎 可是她是女生耶 在外面 想早點回家 然後聽看到這樣訊息 就不想回家 沒有 然後到 譬如說到快10點的時候 我打 她已經跟我說 好 我準備要買單 我們要走了這樣子 然後到10點我就說 奇怪 她的那個Uber的行程分享 還沒有發給我 表示她還沒有從餐廳離開 我就開始打電話 我說你在哪 因為我會擔心她一個女生 在外面會不會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大家要體諒一下 媽媽的擔心這樣 所以我就開始打電話 電話又沒有接 你知道我腦筋就開始 叛逆囉 很多 很多很多的那個 劇場 劇情就出來了 我想說糟糕 是不是遇到壞人了 今天跟她吃飯的人 是把她帶去哪裡 你知道我就很多的小劇場這樣 然後後來她終於接起了 就是我打電話的通話不接 沒有接 後來我才打她的手機 後來她才跟我說 沒有 因為最後大家要解散了 只是大家最後在 再說 goodbye的時候比較吵 所以那個手機她關靜音 她就沒有看到 所以回來 也就會有一番的爭吵 所以我覺得就是 在這個十八歲的過程 她又是大人 可是我們又覺得 她還沒有完全成熟 就開始會有一些的 爭取存在 對 然後譬如說她接下來 準備要申請 那這次是妳還是贏的嗎 媽媽還是贏的嗎 我有退 這次妳讓了幾分 妳讓了什麼 她如果真的回不來 她只要打電話 告訴我她的日常時間 我會同意 以前就是我不管妳要到幾點 反正我說到家就到家 那現在妳可以告訴我 妳幾點要到家 可是如果妳說 十一點之前妳要到家 妳沒有到 那事情就很大 因為表示妳沒有做到 妳承諾的東西 妳下次就不能出門 或者妳下次要出門 就會再被管控這樣子 所以當女兒從此以後 就跟她說 媽 我吃完早點回來 這樣可以嗎 我吃完早點回來 早上吃飽了回來就對了 不要回來 氣死 所以這一年她高三開始要 申請國外的學校 申請大學了 對 那妳這意見妳 對不對 她年輕她再怎麼想 也不可能想得比妳 仔細跟透徹 但是說實話 這一點我就真的很難 給建議是因為 我沒有出國念書 我就在台灣完成我的學業 所以對國外的大學 但是妳這個摩羯媽媽 自己做功課 問東問西也比她清楚 對 但是 其實在這一塊 我跟她是還好 她跟她爸爸的衝突會比較多 因為她爸爸以前在國外念書 所以她爸爸就有很多 自己覺得 妳不能去美國 美國太危險了 現在很亂 所以妳申請大學 不可以申請美國的 我女兒的第一志願 她想去英國 爸爸說 妳知道英國一年的學費 多少錢嗎 妳念完英國一年 其他國家 妳可以念完四年 然後所以就會有 女兒想念的學校 跟爸爸覺得 她應該去的學校 適合她的學校 會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小孩就每天 跟爸爸講電話 講到最後就被氣哭 因為她就想去那裡 爸爸不准她去 她就會生氣 然後又辯不過她爸就哭了 結果每天晚上 我都在看倫理劇就這樣 她覺得妳靠 可是英國已經比美國 便宜很多了 真的嗎 對 英國現在比美國便宜 對 英國大概一年 大概應該一百萬以內吧 如果美國大概都要兩百萬 她爸爸說三百耶 應該 應該 她爸爸騙她的 那加拿大有比較便宜嗎 加拿大學費沒有那麼貴 對 加拿大學費要一百多 還沒包含住宿 宿舍那些 當媽媽的好操心喔 對啊 所以就是很多的衝突點 要一直一直要慢慢的 大家協調這樣 年輕人 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場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 趨吉必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 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臉書官方粉絲團